第二章的话也就说是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Links的目录结构的一个介绍 其实刚才也让大家简单去看了一下 在我们的文件系统当中有很多的目录 而我们的每一个目录 就常见的一些目录具体存放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内容 等会我们来去看一下 第二点的话 就咱们的Links指令 Links命令的话也是咱出去面试当中 也是问的最多的最多的一块内容 这个是必须的重点掌握的 这个这是第二章 第二章不要小看这两部分 除了我们这个目录结构可能包含的东西比较少一些 Links命令是比较多的 咱需要做的操作 也就需要大家记得指令只能比较多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也就常见的一些 Links目录结构 然后这个目录结构的话 其实在这儿给大家去罗列出来了 但是呢 我的一个要求 在这儿应该是给了是不是11个 对吧 在11个的话 至少大家能够去记住5个 这是我最低的一个要求 记住5个这些目录 笔记上是全部需要去记的 但是你脑子当中是记5个的 先不要去记 我先去解释一下这个目录是做什么的 我等会给大家时间再来去写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 第一个是咱们的这个Boot目录 在我们Links当中的话 大家要明白一点 对于我们的这个叫什么来着 就是自带的 就自带的这些目录结构的话 大家记清楚目录 它的目录名前面一定要去加上一个反斜杠 对这个反斜杠不能去少的 不能去少的 第一个目录就是反斜杠Boot这个目录 这样目录的话叫做一个启动目录 是内核的一个存放地 简单点来说 就是你当前加载进来的 这个Links操作系统 或者CenterWise这个操作系统的文件 操作系统文件的一个存放地 就是在这个Boot目录里面的 这有点类似什么呢 大家去想一下 我们Windows下 你装完系统之后 一般情况下 如果你没做更改的话 一般情况下 你的操作系统的相关数据 或者相关文档 是保存在哪个盘里面的 是不是C盘 对吧 这个其实就是Boot一个装 就有点类似于我们所说的 Windows下是放在C盘的 而我们的这个Links操作系统的话 它是放在这个Boot这个目录里面的 所以说叫做一个启动目录 内核的一个存放地 然后第二个的话就这个ETC ETC这个目录 ETC这个目录的话 代表是配置文件的一个存放地 这个主要比如说你当前 用到的一些应用程序的一些配置文件 或者配置性参数的一个修改的一个地方 都在ETC目录下 这个等咱讲到网络配置的时候 就会讲的要去修改 或者设置你当前Links的这个网络的一个信息 就要去找到这个网络的这个配置文件 而这个配置文件的话 就是在这个ETC目录下去进行查找的 这是ETC的这个目录 叫做配置文件 配置文件分放地 然后第三个的话 就是我们的这个TAMP 这个TMP 指的就是程序产生的这个临时文件 因为有时候的话 你再去打开某一个软件 或者去加载某一个软件时候的话 它可能会临时出来一些数据 但这些数据它出现的 出现的时间节点是很短暂的 你比如说当天把这个应用程序给关闭掉 关闭掉之后的话 它可能产生的这些临时文件也就消失了 这个临时文件一个存放地 就在这个TAMP TMP这个目录里面的 然后第四个的话 就是我们的这个Home目录 Home目录的话 一会儿大家去简单去记一下 就记得一个加目录 它在这叫做一个用户 用户目录 用户目录也可以 它里面 这个Home目录里面 主要就是存放的 咱们Linux系统的用户的 因为我们说 去说我Linux操作系统的话 它是一个多用户的一个操作系统 那我比如说我当天存了三个用户 那我三个用户的新相关信息放在哪呢 就是放在我们的这个Home目录里面的 所以说也就是叫做用户目录 你看后面的描述就是新增我们用户账号的时候的话 你看用户的加目录是不是都存放在这儿了 对吧 也就用户的信息都放在这个Home目里面 然后第五个的话是咱们的这个Lib Lib的话它叫做一个库文件 这个主要比如说我在去运行某些程序 或者调用某个指令过程当中的话 我需要用到系统的一些配置参数文件 或者比如说系统给咱提供的这些数据 这些数据的一个存放力 就是我们的这个Lib的Lib这个目录里面 它相当就是我们所说操作系统里面的一个数据库 数据库的一个功能 然后bin和sbin的话放在一块来记 bin和sbin的话 它里面最主要的就是用来存放的 是我Linux的指令 Linux命令 也就是说比如说 觉得最近的例子 就是说为什么假如我当前 假如有这个cd 我用这个cd的话 我是用来是不是切换目录的 对吧 也就是说为什么它能够实现切换目的这样一个功能 其实也就是说cd这个指令相关的数据 或者相关的文档 就是在bin或者我们的sbin里面 已经给声明好的 所以说这些Linux指令的话 我能直接拿来去使用 这个先不管它 等会我们会说的 也就是bin和sbin里面的话 它里面主要就是存放咱的Linux指令 也就表明为什么我拿一个指令就能够去做一件事情 这是因为和这个指令相关的一些文件 在这里在这两个目录里面就已经声明好的 也就单独来说的话 就bin的话放的是可知性文件和常用的Linux指令 sbin的话放的是系统管理员的这个Linux的指令和一些其他的工具 然后的话这个usr的话 usr的话就代表就是应用程序和文件的安装地 你比如说下载第三方的一些应用程序 那它这个应用程序的话 其实就会自动的就会下载到你的这个usr这个目录里面 你比如说下个输入法 下一些其他的第三方软件 下载之后它自动的就会保存 或者放在这个usr的这个目录 应用程序和文件的安装地 然后它有一个MNT MNT的话就代表是挂载其他的文件系统 这个其他的文件系统 比如说我当前把我的这个U盘 U盘给挂载进来 或者给加载到我的Linux操作系统当中 默认情况下 你U盘的内容其实就是在这个MNT这个目录里面去加载着的 或者去显示着的 所以说你看它在这就挂载其他文件系统 这个文件系统的话 咱们在第一章时候是不是说过 对吧 也就是说咱最常见就是NTFS或者32的 也就是说你这个在这的MNT的话 你就简单的就记住最常用的 就是当你把你的U盘给加载到你的Linux里面的话 它默认情况下是在这个目录里面去加载着的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Root Root的话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Root账户的 就是根目录在这的话你可以就记一会儿记到时候 这儿其实不用去记 你就记一个根目录就可以了 Root用户的话 它这个用户的就是存放的和这个用户相关的信息的 都是存放在这个Root这个目录里面 它和我们的普通用户是有区别的 因为它作为一个超级管理员或者超级用户存在的话 它是单独有它存放的一个目录的 反斜放这个Root的话它主要存的是咱的根目录 就是存放Root账户相关的信息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DV 就是这个设备文件 也就是说你当前Linux系统下的 比如说自带的一些设备文件的一个存放 都是在这个DV里面而去放着的 这是我们所说就是Linux就是常见 它的一个目录的一个结构 其实你看通过它的每一个目录 你会发现每一个目录是不是对应的 都有自己的一个存放的内容 对吧 这去也和它也和我们去讲Linux基本思想的时候 有关系 一切都是文件 我们说每个软件都有确定的用户 对吧 这是我们所说的就是常见的 然后的话就说我当前想去查看一下 我这个文件里面写了哪些内容 也可以通过我的VR来进行实现的 来进行实现的 所以说这个别看这个两个字母的指令 它的功能确实是比较强大的 既可以生成新文件 也可以去编辑我的文件 还可以去查看我的文件 这是它的一个作用 而它的一个格式的话 相对来说也比较简单 没有任何的参数 就是VI 然后空格 后面写上文件的名字 我这都不给大家去总结格式 这个Fill下话叫内蒙 这个Fill是不是就文件的意思 对吧 内蒙是名字 其实就是VI空格 后面写上文件的名字 文件名字 这是它功能和格式 它格式需要大家先去架 来架之后的话 我带大家来去操作一下 就是相关和我们这个VI相关的一个操作 格式是VI 然后空格 后面写上文件的名字 回来 然后空格 后面写上文件的名字 我们来看一下 对于这个VI指令的一个使用 我把它给切出来 来回到我们的这个系统当中 也就是说在我的系统当中的话 就是说怎么来去使用我的指令 我的指令在哪去写呢 在你的空白处 看清楚了 在你的空白处 然后右键 右键的话 你看这儿是不是有一个在终端中打开 对吧 把这个选中这个 在终端中打开 把它之后的话 我们来看 是不是出来这样的一个 是不是这样的一个界面 对吧 出来这样一个界面的话 有点类似我们所说 就是在这儿去到此的 那个书指令的那个界面 对吧 你看在这儿和大家去说一下 前面这个中括号里面表示的是 什么样的一个含义啊 首先看第一个单词 是不是root 对吧 这个root的话 其实代表就是当今 我是以 对 也就是说是以root的身份 是不是来进行登陆的 对吧 比如说我当今要是以权的 这个身份登陆的话 那我前面这儿就写了 显示一个权啊 也就是第一个参数代表是你的 登陆名啊 也就用户名啊 然后中间一个 at隔开 at隔开之后的话 这个localhost的就是咱们的 这个主机的名字 还记得过程当中我们有一部 就在安装过程当中有一部 说是不是 我说这个是不是写的是你 给你计算机是不是起个名字 对吧 当时我没改啊 改了之后的话 它就不是localhouse他啊 如果没改的话 就是这个localhouse的 觉得是你的主 就是你的主机的啊 就是这个计算机的名字啊 然后这你看空格后面 这是不是有个桌面啊 对吧 这一块的话 主要就是显示你当前所在的目录的啊 也就是说你当前在哪个地方是近着的啊 也就是说我默认情况下 我的终端打开之后的话 是不是显示的是我的桌面啊 对吧 也就是在我桌面这个目录里面啊 其实在这儿呢啊 就是root 准备打开 打了之后的话 你看在这儿 这是不是有个桌面啊 对吧 其实默认情况下 就在这个目录里面近着 当然的话 其实指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桌面啊 这是 这是他默认情况下 就告诉你所处的这个路径啊 所处的路径是在桌面啊 是在桌面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看啊 你看当前的话 我的桌面是没有任何的一个文件啊 对吧 也就是说我在这儿啊 使用VI来去生成一个文本啊 那我就写上我的VI 然后空格 空格后面是不是写文件的名字啊 对吧 比如说这儿写的1.txt啊 你看在这个 Linux操作系统里面的话啊 我有必要在讲这个 我在讲这个VS操作之前啊 和大家去说一下一个细节问题啊 对于在Linux这个操作系统的话啊 文本的一个声明记清楚 它其实是没有后制名字的 就是文本它不像我们Windows下 文本的一个声明 梦想要是咱们这个什么.txt啊 对吧 然后或者比如说.doc 或者什么.总有一个 只要是文件 是不是总有一个后备名字 对吧 在Linux里面其实是没有的啊 也就是说直接 比如说你直接写个VI 它梦想要像 其实创建出来的就是一个文档啊 就是一个文档 所以说在这儿的话啊 我在这儿去加个.txt 只是为了去区分开 告诉大家这个VI 它针对的 或者VI操作的对象 就是一个文件 或者一个文本啊 所以说你不要想着说 在这个Linux操作系统里面啊 对我们的这个文档 也是有后缀名的要求 是没有的啊 在Linux里面文档 是没有后缀名字的啊 但是你加上其实也不错的啊 也不错的啊 这是啊 这是在这儿的话 有必要和大家去说一下 因为你会发现 你要是写个 比如说写个VI 写VI的话 它最后生成了 也是一个文件啊 写文件 但是为了给大家演示明白啊 我在这儿可以要加一个.txt啊 加.txt 那这样说的话 大家来看啊 我VI 然后空格 写上一点.txt啊 当前我要在我的桌面啊 去生成这个 一点.txt这个文档啊 然后生完之后的话 大家来看啊 写完之后回车啊 回车走 回车之后的话 大家来看 先来看 首先这个界面 是不是就改变了 对吧 也就是说我们来看 下面这一部分啊 首先这这点 这一块的这个1.txt 是不是写的是我这个文本的名字啊 对吧 文件名字 告诉我当前这个1.txt是一个 new 是不是新的文件啊 对吧 然后呢 这个时候需要去注意啊 进入到的这个页面 其实指的就是我们的这个 编辑页面 就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文档当中了 有点类似于啥呢 你看这怎么是出来了吗 就是有点类似于我们在这 比如说啊 我在这里面的话 你看我去新建啊 新建一个比如说是文本文档 对吧 然后呢 我比如说就叫一个新建文文档 也就是说你刚才 vi1.txt之后 你一旦按了回车啊 按了回车之后的话 它其实就是相当于就是 进入到这里面了 对 就进入到这个文本里面了啊 这个卡的 就进入到这个文本里面 其实就是进入到就是 刚签了 你说往这个文本里面 是不是插入内容的 对吧 也就是其实进入到是这个啊 这个里面了啊 只不过它显示出来的时候啊 哎呦 怎么卡的 我怎么觉得一会就蓝屏了呢 我电脑经常就是卡着卡着 然后最后自己蓝屏了 放弃了 然后的话啊 我们来看啊 就是进入到我们当前这个 可编辑的啊 可编辑的页面 但是现在的话 你会发现 假如你看我现在 往里边去输内容要说的话 是不是输不进去啊 对吧 也就是这个时候啊 大家来看下面这个模块啊 也有当前 如果我想往里面去添加内容的话啊 就从我们的这个命令模式啊 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边际模式啊 怎么去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边际模式呢啊 就需要按下两个键 一个是I键或者是A键啊 这两个任选其一即可啊 也就I或者A 就能够进入到我们这个边际模式啊 大家这样一会儿 就是按下I或者A 进入边际模式啊 按下I或者A 进入到边际模式 按下I或者A啊 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边际模式 等会儿啊 按下I或者A 进入到边际模式 按下I或者A进入到边际模式啊 我们来看一下啊 来看一下当前的一个操作啊 我的鼠标点进来啊 在这的话啊 我按下I 按下I之后的话 大家来看下面变成一个什么来着 是不是 Instant对吧 这个Instant这个单词代表就是啊 插入的意思啊 这单词插入的意思啊 那以Ig的话 我是不是在这里边 是不是就可以写内容了啊 对吧 我随便啊 我随便拿点啊 我去多写几行啊 因为接下来会演示其他的 其他的一些指令啊 然后比如说是 X3C啊 我就写写这么多吧 我随便往里面去输入一些内容啊 输入内容完成之后的话 比如说啊 我当前 我当前一个操作 比如说我这个文档里面什么内容写完了 对吧 写完之后的话 我怎么能够去进行一个 保存并推出的这样的一个操作呢 我们来去看一下啊 在这里面啊 和大家去说一下啊 中英文的切换是你的Ctrl加你的空格键啊 要去按你的按你的Ctrl说服的 是Ctrl加你的空格啊 是代表是切换中英文的啊 要去明白啊 要去明白 我给大家去 我给大家去写一下吧 这个资料里面 放在这里来写啊 就是切换啊 minimus啊 minimus中 切换中英文啊 下证文的话 是这个Ctrl啊 Ctrl加你的这个空格键啊 配合你的空格键 切换啊 切换中文 那接下来的话啊 我们来看一下 就针对我写完 想完之后的话啊 我怎么能够去实现 保存并退出的一个操作呢啊 我们先来看这一步啊 也就是说你如果想实现保存并退出的话 首先第一步啊 先退出我们的这个编辑模式啊 怎么去退出这个编辑的这个操作呢啊 按下你的ESC键啊 按下你的ESC键 也就从这个编辑模式再退回到我们的命令模式啊 这样的话我就可以通过我的命令啊 来实现保存并退出的一个操作啊 ESC键啊 使用ESC键从我们的这个编辑模式啊 给退出来啊 ESC退出编辑模式 ESC键啊 ESC键啊 退出编辑模式 ESC键啊 退出编辑模式 然后的话我们来去看一下啊 退出了之后的话啊 我在这先把剩下的这几个指令给说了吧 咱一会儿一定把它给完成啊 退出一旦退出来之后的话啊 就可以进行我们的这个指令来进行保存并退出了啊 在这的话先来看前五个啊 后面这从第六二开始不要去看它啊 前五个的一个操作就是对我们实现啊 对实现这个文本的一个操作啊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指令啊 是冒号W 这个冒号可别少了啊 是人家是语法格式一块的 你别到时候直接给我来个W啊 你输一个冒号W的话 就是这个W它只是代表是什么来着 是不是保存啊 对吧 仅限把这个文档保存了 有没有退出来啊 是没有啊 对吧 比如说啊 咱举个例子啊 等会再给大家实验来提及啊 比如说这时候的话 大家来看啊 我在这啊 我就不全评了啊 我在这比如说写完了 对吧 写完之后的话 我先按我的这个啊 ESC是不是退出编辑模式啊 对吧 然后的话 我这说啊 ESC 呃 我这是退出来 应该是退出来了啊 哎 不对 我刚才是不是多按了 正常是前面 下面还是有这个啊 你看我按ESC之后的话啊 退出编辑模式 退出编辑模式之后的话 大家来看啊 我输一个冒号 它 你再去输的时候 它自动就匹配到就是啊 最下面这一行了啊 是不需要我们说 你说我爸 光标给移在最后啊 没必要的啊 你说冒号的时候 它默认情况下 就直接跑在最后一行 要去记住了啊 然后冒号 冒号去输一个W啊 输有W 输在W的话啊 假如这时候的话 大家来看啊 我回撤一下啊 我回撤 走 货帐生之后的话 你看 他只是告诉我 当前 你看 我这一点 TST 是不是有内容 是不是给输入进来 给写入进来了 对吧 这个单词是写入的意思 有没有退出啊 就没有啊 对吧 只是给它保存好了啊 就像我们的CanoS一样 把它给保存好啊 然后的话 我们来看啊 如果想要退出的话啊 就用到我们另外的一个字母 就是这个Q啊 我们先来看 就是如果单写一个Q的话 只是代表是退出啊 代表退出啊 比如说我编辑完成之后 比如说直接去输个 冒号Q 那我的内容有没有保存啊 是不是没有啊 对吧 因为它只是代表是 退出的意思啊 没有进行保存 那我如果想保存并退出呢 也就他们两个的一个结合 就是冒号WQ 没有感叹号 就冒号WQ 代表是保存并退出啊 保存并退出 然后在这的话 我们也顺便把下一个来说了啊 你看在这个冒号WQ的话 你后面是不是有了一个感叹号 对吧 这个感叹号 其实代表就是强制的作用啊 就是强制你保存并退出啊 强制保存并退出啊 其实在这的话 就是W这个字母代表是保存 Q代表是退出 然后感叹号代表是强制啊 他们是可以搭退的啊 那这样的话啊 就前五个就其实都是一样的啊 就经常我们会操作就是W 就冒号WQ啊 因为有时候的话 特别是在脚本写 脚本这一刻经常会出现一个问题 这问题是啥呢 就你写了半天 语法也没有错 歌声也挺中学 然后就是你说个报告 答不K 然后死活退不出来 那没 那这个时候只能你在身边去 加上一个 感叹号啊 感叹号强制给它退出来啊 这时候这是我们所说的 就是对于当前就是在命令模式下的一些可执行的操作啊 那我接下来的话啊 我们来去 那大家先把这给记一下吧 行吧 就是冒号W这块啊 6到11先不用去管它啊 只要去前五个 前五个这几个指令啊 好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我们来看一下 这几个记完了吗 完了好 完了那我就切出来了 我们来看一下 你看当前的话 我在这 比如说我刚才只是 人进行了一个保存 对吧 那我在这的话 重新再去说一下 我的这个冒号 那我现在是不是 说一个跳是不是就可以了 对吧 因为我刚才也保存过了 比如说说一条跳 然后走 你看这个时候的话 是不是就退出来了 对吧 退出完成之后的话 大家来看我的桌面 是不是也生成对应的 是个文档了 对吧 就这个1.tst这个文本 这包括你看 这个可以去打开的 有点有点慢 你看打开之后的话 就是这里面 就是我生成这个文档 所保存的 所保存的内容 这些就是我们这个 VR它的一个使用的 一个步骤 这个步骤别忘了 咱来去写一个整体的 咱走一个完整的 就是首先我要送入一个文档 就是VR 比如说这个是2.tst 然后回转 回转 回转 然后接下来 按下 是A 对吧 I或者A 你看我按完A之后的话 它是不是也是出了个 insight 对吧 插入 然后我随便去 输入点内容 输入内容之后的话 比如说我想退出 边境模式的话 按下谁来 是不是 ESC 对吧 按ESC之后的话 是不是再输 保存兵退出 冒号 W K 对吧 如果有强制的话 再加上一个 改成号 然后回车 合转生之后的话 这个时候相当的 就是给退出来了 这其实就是VR 它的一个使用的 一个过程 对于文档的一个编辑 顺序 顺序可别忘了 顺序可别忘了 这是我们所谓 就是VR的 它的一个使用 它一个使用 然后的话 我在这儿先 见